哇 耶 耶 上面大家一同欣賞了 掰掰 巧克力糖果 青色的香蕉 記憶迷宮和不曾後悔 你們看的開心嗎 開心 在觀看直播的粉絲朋友們 你們看的開心嗎 開心 然後我們這個MC主題呢 就是聊一聊 對內誰最容易 放花痴 哦 我覺得 對你們說的余政也是 其中之一 我覺得默默也很容易放花痴 默默就我覺得他 他對於美國隊長是非常沒有 抵抗力的那種 對連襪子都不放過 是 我印象極為深刻默默在舞台上 脫掉了鞋子 然後還要這樣子拼命踮腳 對 森瑞 你有覺得誰特別容易犯花痴 我覺得 蕭音姐 蕭音姐 蕭音姐只是對自己很花痴 不是 蕭音姐已經不是花痴了 她是單純的吃 不是你知道嗎 其實我有一次 就是我們握手會嘛 然後握手會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大姐她太迷戀自己了 然後呢 她就會把她的那個盒 就這麼大的一個鏡子 然後呢放在桌子上 然後呢她握手握完 就這樣坐在那看著自己 就欣賞自己 你知道吧 然後我一句話之後 馬上第二天 就是下午就沒有了 我說什麼 我說哎 你不覺得你這樣看著看自己一笑嗎 前少年還笑得出來 你不應該有點表示嗎 來 難道我應該對著那個鏡子打眼淚嗎 我要是這時候哭的話更嚇人 我覺得你應該跟她打起來 你好 耶耶耶 還有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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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孫瑞我可以抱你料嗎 可以 可以啊 反正我不追星 你是不追星 說吧 說吧 我很想聽 就是孫瑞嘛 大家都是有那種追星啊 或者怎麼怎麼的 孫瑞她從來也不追星 但是呢她的癖好很奇怪 你看 那不是癖好嗎 就是你看她嘛 那麼社會 就知道她喜歡點什麼東西了 孫瑞要麼不追 一追就追那種變形劑啊 這種樣的綜藝節目 不是我是被他們那個成功變形 沒有 你是喜歡沒有變形 沒有沒有我喜歡是 從沒有變形到變形 你看可以可以想像出來 孫瑞在看這種那種綜藝節目的時候 內心是莫多麼的狂野 對 我覺得 你說我們 我們這個組合也算不算變形劑啊 算嗎 算啊 她不剛變形回了嗎 從大雪 從大雪 對從大雪地變形回來 對 怎麼樣跟我們分享一下吧 分享一下 孫瑞 我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你在冰箱裡面 一住就住20年 而且還是速動的 我告訴你 我全是秘密 你不知道的多了 你就像一本書 讓我讀都讀不透 害怕 嚇人 小艾 那你覺得 誰比較花痴 花痴 思思花痴嗎 對 思思現在沒有你發源的機會 她說她特別專一 我聽到思思說 思思在後面說 我比較專一好嗎 思思我沒有問你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只是問你花不花痴 並沒有問你專不專一 不用緊張 有的時候檢視就是一種掩飾 掩飾就是一件事實 不過說真的 她好像不太容易花痴 至少對我不是這樣 完蛋 全都看透 看透 三個沒夠 原一真說她只愛雲界你們姓嗎 不假的出人很趣 她剛剛第一個MC的時候還說毛毛是她男朋友呢 不是 徐子萱 真的啊 我當時在最強大腦的時候她也是說她愛我 所以讓我給錄個視頻 你不要臉 我想這小孩太想要視頻了那就錄一個吧 挺好的 嗯 嗯 嗯 對 計畫吃的是你們 下面請欣賞下一首歌 森林漫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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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